这盘棋将近是巅峰对决 2023年世锦赛第三轮 赖利兄对战梦乘之战 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有人说这是关亚军的提前对决 咱们看看是不是 这盘棋是先之路 对齐马 红方挺兵 黑方掌鞠 这二红方正常上 黑方就先射一击 如果你吃的话 他鞠怪利用你 这个时候 鞠如果长得河口 就太舒服了 所以红方就 平炮 不让 你敢冲就打下 所以对方得先上一个马才行 下不冲 红方抢先冲过去 黑方出鞠 他是准备过来吃兵 又红方去下 这边已经泡一串 虽然你可以打下 他吃掉 你再打过来 但是他这个鞠杀上来以后 吃着下 你敢上边马 进去吃双 你不上边马就得飞向 一旦飞向 他鞠点下二线 将来你就得上边马 那么将来 虽然说不能吃双了 但是他平鞠就可以把鞠锁住 所以这里会形成一个单边封锁 红方鞠出去就比较痛苦了 黑方这个马 就可以随便上来了 那这个鞠反而是黑的好下 所以的话 红方呀 即便决定先上马 骗黑方一下 如果你还要这么下的话 我就打掉你了 因为这时候 你在一次围打 伤害之后 红方多跳一步编马 就可以进行飞向调整 你距离往下点的时候 他先出鞠了 你顾不上去 但边封锁 被红方抢占了八路线 所以这个鞠 红的多向之后 将来占优 这边随时可以出鞠吃跑吃马 所以呢 到这双方是相互斗智斗勇 黑方呢 不上当 他对一下 红方呢 就出鞠 黑方去抓 红方如果平兵 那黑方将来 有可能出鞠利用 这个马也可能会上来 所以他不利于局面控制 那你要是鞠 看这个兵 他可能会有一个 弃足 你一吃 通过转换之后 推炮再打死鞠 你还得走 走完之后 鞠杀过来 还是会利用到你 所以这个鞠啊 那没有必要 红方决定啊 就鞠拿起来不要了 这边呢 走出了一个 胡龙华 胡思定的 夜底藏花 蒙晨一看 原来是胡思定的招法 不敢大意啊 赶快对了吧 到这正常进行转换 红方这里就打 黑方这个棋就吃 红方退马 黑方进马 那红方再上啊 是图呢 东山再起 下一步过来 踩对方的马 黑方提前布局 飞向 你一上 准备登进去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腰队 双方进行简化以后 红方就上马 黑方 进炮 也可以分鞭炮 抢兵就行 将来退卧行马连环 进炮的意思 主要是 实态应手 因为孟臣的话 也想迎起 但这个局面的话 是红方自己位置好 所以他就实态应手 看你要不要踩中足 喝起啊 踩掉踩掉 踩掉踩掉 加中炮 他这个喝起 赖底兄他这个棋啊 有力 他不愿意啊 那这样的话 再打 也可以继续贯彻 实态应手 但是对方 如果简单去换的话 其实孟臣啊 他也没办法 所以说他 推到下二线 他再等 等对方犯错误 刚才我们说到 直接平炮的话 那换掉 前来 红方还多一个兵啊 这个棋黑方 就是枯顶的棋 所以他选择进炮 给这个棋增加一些变化 那 红方想引起 肯定不能简单去换 这样是赢不到的 他就上 黑方这个棋平炮 其实是一个骗招 如果求稳的话 就退两步 过来打马就行 你敢进去的话 你出不来 你不进的话 我一打 你一打 双方一换 我抄马是不怕的 但是孟臣他想赢啊 骗对方 那这儿的话 希望你飞向我炮拦住 找机会给你来一个对子 但是红方啊 就飞边向 还是要过去去打 一旦他一过来 你这儿一退 他多了个马骑退伍 因为你一冲挂脚杀 你不冲踩掉 他被你炮踩了 就这么一个棋啊 黑方决定提前退回 到这儿也差不多啊 那红方走了一个平炮 继续呢骗对方 你要是吃 我就杀棋 所以孟臣赶快踩掉 就被人打掉 则是一样多 但是的话 红方兵种好 随时可以呢 回马不离刚 这个猪抓死 那红方相当主动呀 黑方这个棋啊 配很无奈 到这儿的话 孟臣啊 已经是做好了 枯顶准备了 到这儿看赖底兄啊 怎么样动手吧 这个棋的思路有两个啊 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这个马会绕啊 绕在过程中 踩足是一个变化 将来这个马去握槽啊 想办法去破石像 但是这个破石像 这个棋就相当复杂了 所以呢 临场啊 赖底兄啊 他就采取了一路呀 简明招法 就认为我先啊 吃对方一个足算了 所以他决定上马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黑的不是啊 先吃一个 然后的话 这个棋 黑方充足 红方退回以后 黑方飞下 把这个马干奏 然后他这个棋跳马 很关键啊 因为你不跳的话 他一扑槽 前来一定位啊 你出这边牵住 出这边马一走还拍死 你不出的话 踩你向 所以能提前走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就可以结尾 现在红方 他选择一个甩炮过来 意思就是要下底炮 黑方这个棋 他是不怕 算准了 有惊无险 因为你要颇示 他出来了 将军可以上 红方先把兵 拱到位再说 黑方退回防守 红方继续下 黑方上马 那这儿 红方一将 那现在眼光招啊 这个兵 再冲三步就杀棋 黑方该如何防守呢 到这儿啊 丝毫不慌 他走着招法是上马 首先困住着你马 回不来 那红方这个棋就凭兵 欺负你不能踩 那么下一步 再冲叫杀棋 怎么办呢 到这儿啊 黑方走了一个 落势 他的意思是我一个 近老将 叫象马 马一走就要吃你兵 所以红方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他决定啊 就推炮回来 打马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棋我们看啊 黑方进老将 到这儿 你正常走马 就要丢兵 那只能换了 换完之后 他一向 到这儿 你要是打相 把你兵踩了 不够赢呀 你要走兵的话 他向落回 你又吃不到相 所以将来这个棋啊 双方啊 自己样多 那双方到这儿 其实就握手扬河了 刚才我们说到呀 这个局面下 其实还有一选择 比方说他强行下兵 会怎么样呢 黑方会进老将 这儿红方正常得回马 因为向着马 那么黑方这棋就可以上马 如果你这时候拼兵啊 他现在这个马 就可以跳过来 一将把这个兵吃掉 那到时候谁杀谁 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 他这儿只能选择先补适 然后这个马就退 再拼兵的话 他就足过 这儿他拼炮得绕回来 然后黑方有这么一招棋啊 红方有这么一招棋 他将来就是要打马破市 而这个棋 黑方将来有一个回马 这边是一个对子 你跑不了 你要是不对的话 那就锁住啊 双方都不动了 对掉的话呢 这棋啊 确实也是不够赢 那这盘棋 总体来看呀 赖里雄是有备而来 孟臣的话选择一个比较失落的开局 中间的话 球变啊 试探英手 就是看看对方啊 会不会给他机会对杀一下 但赖里雄也是走得比较稳 没有给他机会 那这样的话 孟臣也只好接受合棋 看看关亚军对决的时候 能不能击败对方了